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一切都終於回復正常 蓉兒做不成校長 我有一個現情, 有一個幸福的假 好, 得哥哥, 早安 早安, 蓉兒 喝茶? 有勞蓉兒 這杯茶很冷嗎? 冷? 跟水渦水沒分別嗎? 對不起, 得哥哥, 可能我忙中有錯 這杯水忘了做了開伙 我…我再沖給你, 你先吃早餐 粥這麼鹹 什麼? 沒什麼味道, 臉很美味, 淡淡淡淡 什麼? 對不起, 得哥哥 可能我又再忙中有錯 幫媽媽作安 媽媽, 你把爸爸的衣服放進我衣櫃 我一時看漏眼而已 我放得好他, 謝謝 得哥哥, 蓉兒, 我上班了 看時間, 不要遲到 媽媽, 你還沒換好衣服, 你的褲子… 還有, 你搜這部是家居電話 你的手機在這裡 我回去再換一條裙子 媽媽, 小心點 別走 再見 怎麼辦?媽媽又會失魂落魄 拍到這樣嗎? 你媽媽一早早已經望中有錯幾十次了 她平時也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 她一定因為做不成校長很不開心 才弄成這樣 你媽媽遇上打擊 心情難免是受影響 但你媽媽是一個樂觀的人 相信很快會沒事 我們靜觀其變, 給她一點時間吧 譚校長 兩位老師, 你們說容易受傷 她的傷勢如何, 嚴不嚴重 譚校長, 你不要緊張 何副校沒什麼大礙 醫生說她只是少許皮外傷 和扭傷了腳 不過比較擔心她的精神狀態 我們明白她做不成校長 當然不開心 但她真的太神不守舍了 例如明明要去6B班上課 又去錯了5B班 住張釘書機釘, 當成茶葉一樣沖 採用手碎了一份未改的測驗卷 流流看神時, 住心不在焉 就把腳踩進去吧 蓉兒 德哥哥 你的腳是不是很痛? 我一接到韻文老師的通知 立即取消所有校務會議趕過來 德哥哥, 對不起 我又麻煩你, 我真的沒用 在家裡是這樣, 在學校也是這樣 難怪校董會不選我做校長 我真是一個廢物 我不准你這麼說 你一點也不廢, 你做得很好 不過最近你不開心, 心神仿佛 才會出錯年年 德哥哥, 你和我容易 才幫我說好話 但公道自在人心 校董會不選我, 真是證明 我不能夠升任校長的職落 其實校長之衛對你來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我覺得我能夠做校長 是對我工作的肯定 我真的很希望將來以校長之衛退休 蓉兒, 難道你忘記了我們的初心嗎? 我們當初的目標是作辱英才 栽培我們未來社會的動力 做不做到校長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你是校長, 我覺得我也要做校長 才能配合你 難道你忘記了我們三十年前的約定嗎? 做校長真是可以把照片掛在這裡 蓉兒, 將來我也要做校長 我要把我的照片這樣掛在這裡 好, 德哥哥 我們將來一起做校長 一起把照片掛在這裡 好, 我們一起花生 三十年過去 德哥哥你就早已達成目標 成為校長 但是我…我就失敗了 你只是差一步 就是這樣我才不服氣 我想了很久 溫文老師和二雅老師 他們真的很關心我 我相信他們不會害我 他們送禮物給我 又沒有其他人知道 究竟誰才是告密者呢? 何解他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難道他也在現場? 或者他們不刻意告訴別人呢? 可能是, 但是這個謎團解不開 我真的死不瞑目 蓉兒…你又發惡夢? 德哥哥哥, 我很害怕 我在學校又是做錯事 校董會說要解僱我 馬上要我撿東西走 很恐怖 不是真的, 你化惡夢 你還是副校長 你不要亂想的 我沒辦法不想 我的腦子根本無法停止 我不斷想, 究竟誰害我 我不相信其他老師會這樣做 我和他們有無利益衝突 難道是閃副校? 他是一個其身不正的人 莫非他要爭奪校長之位 所以暗中造謠, 毀我聲譽 一定是這樣, 德哥哥, 你說呢? 是有這個可能 不如我們… 你聽我說, 我明白你身受委婉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應該養好身體 不如… 乖 先喝一杯安寧茶 然後好好睡一覺 養好精神, 等身體恢復 才再慢慢說 原來下班回家 還要做家務煮飯真的這麼累 可憐蓉兒這幾十年來 又要兼顧工作 又要打理家頭世母 還要服侍我 而我就一直理所當然地坐著享受 譚道德就譚道德 你真是廢物一個 好高 其實蓉兒的能力一點也不給我低 既然我可以當校長 蓉兒也應該有資格當校長 之前是我害她的 不行 我要做點事, 補償給蓉兒 這個姓鮮的男子 蓉兒說得你不是好人 你就一定很極有限 但我跟蹤你, 搜集你的黑材料 我要證明給校董會知道 你比蓉兒更加不適合做校長 是她 麻煩你給我鮮鮮鮮魚蛋 學生說不准穿校服在街邊吃小吃 但老師好像沒有這個規限 那她算不算犯規? 不對, 先拍下她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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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會被抓到黑材料, 怎麼辦 我正在來 轉天中, 看見你就對了 樓上的壞人 今早上浪費滴水的衣服下來 令我的衣服濕透了 昨晚又試不爆垃圾就扔出來 裡面還有榴槤殼 令到到處都臭了 我現在有些重要事要做 待會我上去勸她 不過勸極她也是這樣 不過你放心, 我也一樣要去做 放心, 我先走了 哪個壞人這麼無功德心 先拿去買吧 謝謝… 不用問了, 肯定是樓上的壞人 她整天都亂拋垃圾 很無功德心的 聽說是什麼副校長 這樣的人品真是教壞學生 她是副校長?她是不是姓閃? 對, 我聽專長叫她做閃衫 真的打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沒有…我只是說 為什麼你們不直接投訴她 簡直是報警那一隻 你以為不想嗎? 不是, 但是有證據就行 憲哥, 你要頂住 為了蓉兒, 你一定要堅持 你一定要揭穿這個壞人的真面目 天都黑曬, 還是什麼都拍不到 很肚餓 你在這裡幹什麼? 沒事…我走了 你救了 你救了 凡是我們 你不去把相約 好, 我會這樣做 好, 就這樣做 好, 幸好 人家拋肚子都都會脫退 村長真騎我解釋 是幫街坊ron 找混亂葬東西的證據 如果不是是害得被人抓去警署 快點了 怎麼了?爸爸, 你受傷了嗎? 沒有…沒事 你還擦損了流血, 發生什麼事? 學校有物件損壞 我卸了口供維修, 不小心受傷 原來如此, 你嚇死我 我幫你拿那套舊箱清潔 玉英, 不用管我這筆住 你媽媽今天情況如何? 還是惡夢年年? 應該就是了 我看她今天還是睡得不好 就煮一盤粥給她 對了, 難怪沒胃口, 吃了兩口就不吃 餐餐吃粥, 都吃得口寡寡 沒胃口是正常的 所以我買了最好的五花腩 做你媽媽最喜歡吃的筍絲燜豬肉 爸爸, 你懂得做嗎? 不懂, 不過老師說 上網就會找到這些教學影片 玉英, 你還是快點教我 如何搜尋影片? 知道 不過爸爸 平時煮食不是媽媽負責的嗎? 你看, 你一向連水都不煮 而且你平時不是說下班回家很累 要好好休息 還是怪你媽媽太好, 還壞了我 其實我投家也有份 我要上班, 你媽媽何嘗? 所以沒理由只她做監母 我就坐在這裡 像個模範丈夫一樣 我只是想幫忙你媽媽 讓她不要那麼辛苦 如果將來她做了校長, 校務繁忙 我也要分擔一下她的家務 減輕她的負擔 做校長?媽媽不是做不成嗎? 人生無常 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的 希望在明天 人生無常 上次報了這麼久, 都毫無所謂 怎麼會冒了同梯呢? 那怎麼辦? 阿譚都得… 找個壞人的黑材料 這麼小事你也做不到 那如何幫到蓉兒? 爸爸, 待會兒飛高一點 我想做個小雀鳥 不可以亂飛, 我們不可以違反私隱條例 無人機? 看來科技能幫到我 麻煩你, 等等 有了無人機, 我這次還不如虎添野 閃夫校, 你死期到 塔袍長來喝東西看得多 高姐, 但校長夫人自己來喝東西 真是第一次見面 她剛才說要洗力心靈 但你看她的褲子, 耳淚洗臉了吧 需要通知譚校長來接她走嗎? 千萬不要 怎麼她聽到的? 外面夫君擔心 在街只能壓抑情緒 我願在獨自在此 才可以抒發心中的屈極 不行, 我真的不想重回個傷心地 不過哥哥說得對 我只有持官歸故你 以後就做個全職主婦算了 麻煩, 可否借些紙筆我 我要寫辭職信 沒問題, 等等 果然是教育介人時刻這麼喜歡寫信 上次譚校長也是借紙、借筆寫信的 來 麻煩, 麻煩 原筆, 有沒有原筆? 借筆原筆給我 你們之前說 譚校長曾經借過紙筆寫信 這本寶就是她之前用過的? 走… 我果然沒有認錯她的筆跡 阿天啊, 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 出賣我的竟然是我的枕邊人 蓉兒, 你回來了? 事項準備好了 虛情假意, 談得好 你不用再假裝關心我了 你就是那個造謠告密, 害我的人 蓉兒 證據確鑿, 你無需再狡辯 你的辭職已經出賣了地 你這個兇堂道德的魏君子 竟然連自己的枕邊人都害 我對你真的很失望 我以後都不想見到你 我要跟你離婚 蓉兒…你聽我解釋吧, 蓉兒 我不聽, 我不聽了, 你走 蓉兒 你在我眼前消失 蓉兒…你聽我解釋 媽媽發生什麼事? 我要跟你爸爸離婚 你說她的行為是不是令人心寒? 蓉兒, 我真的沒辦法跟這個男人 繼續相處下去 我要跟他離婚 離開這個這麼恐怖的男人 玉瑩, 你別不開心 這只是爸爸和媽媽的事 無論如何, 你也是我最愛的女兒 幸好你已經長大 就算我和你爸爸分開 你也有能力照顧自己 媽媽, 我尊重你的決定 但是你先不用冷靜一下 有時候衝動做決… 我沒有衝動 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我要去美國, 你阿姨那邊住一派 你替我訂一張最快去美國的機票 不, 媽媽, 你聽我… 很整齊, 最近的家務 全部都是爸爸自己一手一腳做的 打掃, 洗衣服、煮飯 連外面的味噌鮮溫豬肉 都是爸爸自己上網學煮 他說你喜歡吃 你爸爸做家務? 他以前水不會煮 洗衣機也不會開的 他還跟我說 這個家裡大家都有份 沒理由只要你一個人做 我一開始也覺得很奇怪 對了, 現在我明白了 他應該是覺得自己做錯了 所以想補救回家 怎麼會突然這麼大雨? 不知道爸爸去哪裡了? 不知道爸爸會不會淋濕沙呢? 他這樣對我, 肯定我天都要懲罰他 別管他了, 我們出去吃飯吧 我們夫妻一場, 他虧對我不仁 我又怎麼忍心對他不義呢? 貪汪龍兒, 你這個賤女人 你…你竟然不敢把我黑材料? 現在校洞會說明的, 一定不會認識我 你開心吧, 賤女人 貪汪龍哥, 我警告你, 你要馬上走 要不然我報警 你出手傷人是認識 你以後不用自己找到工作 你們兩個好事… 師父, 別走, 先說清楚 我什麼時候有找人爆你的黑材料? 蓉兒, 是我做的 是你? 之前是我自私, 破壞了你當校長的機會 所以我打算做一些事 你提過他這個人騎身不靜 我就跟蹤他 發覺他原來真的是那個壞人 所以我把那些黑材料寄給校董會 原來如此 我知道雖然未必可以幫你奪回校長之位 但是我只是想到這個方法 難怪玉瑩說你這幾天骯髒骯髒 全身損傷的回家 原來你是為了這件事嗎? 我做什麼, 我都是甘心情願的 只要蓉兒你可以原諒我 不要跟我離婚 我真的不可以失去你 算了, 我們夫妻一場 你多錯, 我都會包容你的 蓉兒, 你真的肯原諒我? 蓉兒, 筍絲燜豬肉, 你也燜得挺好吃 辛苦你了 不辛苦 蓉兒你長年來月照顧我們 我更辛苦 我現在才知道蓉兒你很聰明 家事和公事都做得這麼好 蓉兒你真的比我多出色 說得挺好聽, 可以再說多一點 你怎麼不聽什麼 你怎麼說呢? 早安, 蓉兒 德哥哥 今天沒第一天以校長身分 找開校務會議, 不遲得, 快點吃早餐 謝謝德哥哥, 全靠你幫我 我才能當校長 是你自己出色 校董會才會最終選你當校長 蓉兒, 我給你烤了一盒心茶 記得帶回學校喝 有勞德哥哥 家裡我有份, 以後蓉兒你校務繁忙 我都會幫你分擔監務, 是可惜 可惜?何事? 我不是你學校的老師 看不到何校長你的英姿 這間就是蓉兒你的新房間? 你看到我身後的照片嗎? 就是我校歷任的校長 我的相片都在 恭喜蓉兒, 我們的目標終於達成了 看真點, 校董的照片 都在裡面 聽聞表現出色的校長 會被邀請加入校董會 德哥哥, 我們一起努力 向校董會這個新目標邁進 好, 我們一起努力 吃的吃的 吃的 吃的 吃的